一大清早登山口前 就湧入大量民眾戴帽子 拿登山帳 準備好好享受山景 要去爬什麼山 那個抹茶山 走進一輪抹茶山 境界密密麻麻的人潮 從下方平地一直延伸 到十階小路 都是滿滿滿的登山客 有人肩並肩坐著休息 不過仔細看 這裡很多人都沒有戴口罩 民眾爬累了 在休憩點休息一下再出發 但他們似乎忘了 1.5公尺的社交距離 那你們說為什麼 你們要往下方 去找風景好不好 停車場前大排長樓 五一連假第一天 大量人朝湧進宜蘭 五峰崎風景區 想去朝著抹茶山 有啊 就有塞車還會塞 我們西亞山沒有 人都卡住了是不是 有 有些卡住 然後就等 早上7.55分 停車場就已經達 總停車位的一半 人數也超過500人 立刻啟動流量管制 建議遊客改往其他景點 我們在前幾天 已經延續全面消毒了 如果已經達到500人的話 我們都會柔性勸的 放連假 許多民眾想來宜蘭玩 卻塞在半路上 還有人卡在環東 達到一個小時 很多民眾趁著假期 來山區踏青 不過不少人 擔心會造成群聚感染 依照疫情指揮中心 防疫標準 縱使在戶外 也要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才能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三地新聞黃國瑞黃林 一蘭報導 我們吃好不好 我們吃不潮 我們吃不潮 在我吃不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